天经读经 读了之后最好的是 落实到生活 就有受用 现在这个时代 整个地球 麻烦 就是人类 都想偏了 都走偏了 偏了就造罪业 罪业就是果报 所以到处都有灾难 这灾难不是没有原因的 哪个地方最安全 那个地方的居民 心地善良就安全 这是一定道理 你看一个人 看一个家庭 看一个企业 心率 看他人活不活 人要活 一定兴望 人不活 我不负你 你不负我 肯定衰败 大小都一样 一看就明了 心不能偏 不能邪 偏邪 你就走错路了 风菩萨走了 谁来护持你 妖魔鬼怪 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荣耀归主 主爱世人 你要不爱世人的时候 你是假的 你不是人 大家都希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怎么办 西方把宗教找回来 东方把传统文化找回来 天下代理 要真正相信老祖宗 老祖宗所说的话的时候 绝对没有错误 有错误地传不下来 五千年的文化 多宝贵 越是上面越珍贵 讲的人很多 学的人很多 几个人入了门 什么原因 明文立养 没方向 没方向 每一天还是想的 这些世俗这些事情 还想这个 还是把这个当作 第一桩打死 这就很难了 佛法入门 学佛的人 多 入门的人很少 原因就是没方向 心不倾尽 中国古人 如是道三教 都是建立在 德行的基础上 德行是什么 孝勤尊师 三教入门 都要这个条件 你不孝父母 不进四场 老四不教你 为什么 你听不进学 所以 文化的梗 也就是 读书的梗 什么人 能把书都好 孝子 孙思忠道 能把书都好 不过 没关系 唤词尔文化